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 诗意以后我们大概也能清楚 那现在我们所要打的是 就是我们观深受心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法则 你看 佛法在行程为了寄定众生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中间同样是佛法 同样是在试色的 但你会看到它的轨迹 看到它的原理 其实我是希望说 大家有机会 因为我们这个课没有办法细腾那么多 假如有机会来看看其他的见诺 来到回事 我一直前代说 佛一世不是给它弄得非常复杂 佛一世一个就帮助你看到这种原理 乃是你可以看到佛法施色的原理 因为 佛好像最佛的施色不需要分 所以 即便佛说了很多 在领域有了意不了意 但你想 当佛说不了意的时候 佛了不了意 佛当然了意 法案本来没高下 那为什么高下 你 那为什么 所以说 当你越来越了解佛法的道理的时候 你会很欣赏 即便不了意 你会看到 佛在接引 更新为补人的众生的那一份善解 你会看到 这个是印记的记忆 但背后却导引了没有 好 那如果你了解的时候 你也慢慢学会这样的技巧 你可以 就像我们早上讲的 你可以用普通的世间笔 去隐藏佛法的教导和意识 你会有一种 看是说 随手连来 都可以把这种无自信的法 转化成 接引众生的那一份 可不可以 那就可以了 所以说当我们现在来谈 我们来观 因为深受心的 在他观的世纪里面 当然深为诸名 深受心 所以到最后 一般来讲 我们在修行上 有些人他也像 说 在观 观心 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自己这种分析来的时候 我说修定 修心地 你怎么修你 你没有一种善巧 让你的身心调软 所以 你的 像比如说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他讲说 道物先圆 欲 因为你的烦恼先要让他琢磨更白 这是说 你才看守 认识的观察 所以 对于某些道理 有些人说 这个就是 道理 越来越懂 你也会产生什么 一些想 哎呀 你不要说 你还好专屈 你还好专屈 好 我给你几个专屈 那最后会结束 算了 我就好好信心 你也禅心 修了到半年很苦 后来怕你送金也送过来 结束时 我会常常讲那个阿安静 里面不是那个 那是当佛陀的侍者 像我们要是有佛陀在我们旁边 我们讲的当侍者 所以 那是你现在在想 你要是烦恼重 最终不在这边 跟我做觉 注觉了 你也会喜欢我 你会不会喜欢 我告诉你铁定会的 所以你那个比赵 他看到一个 好美 你太好了 太殊胜了 就跟我说 我要让我去运功 我说 好啊 可是我现在还没事的 是我等一个来了 换人再去 不要 我会有用功 你看多有经济 他就让我去啊 或者是啊 可以啊 可是 现在旁边没人 你是不是等一下 还是这样 连三千 其实佛能要试着 那千百亿化身 变个几百亿的试着来 哪才能杀你这个 对不对 可是 其实就是什么事情 我去 我去 非常漂亮 做美两三天 起贪嗔太绝 就回来 要是我当时 吸引了 先给你 他说 我也不会那么凶啊 我不会这样啊 出去就出去 你还回来干什么 让佛就知道 好 像从这里讲 对他讲说 你先不要用你善知识 先说什么 一路能够善跟他讲 也都是比较粗的 因为 草处知道 其实佛表面上跟他讲说 我没有侍者 其实应该讲成你 不是那种样子 你就是做悟的料子 你就在旁边 你就当适者 像你从这里 经济善知识 你可以慢慢学 你还不到那个时候 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 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 时常也就感激 会这样的讲 摩到最后 像如果你比较牧师一点的话 你如果道歉比较多 你就开始 适者 可能你不用自我 你不用看弃自己 你修看看 就不行 但就不行 应该退了求其事 或是找其他方法 总是这个套心不能退 退退退退退退 退到中央 看来 这边是讲自我目射成功 因为 新出场 也没有这个力量的效果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事吗 不是 做事求了 单做已经是解释 其实是解释 我当时就 大木头 刚开始 接着不是拿小刀 吊个刀 应该是拿木头 砍砍砍砍砍 砍到这个样子出来 才开始小刀刮刮刮 那才是木头 对不对 那有一开始用小刀 你要砍到哪时候 当然是砍 所以你看 安那安那不老 不是刚开始用树 树 水 就越来越细 但是你虚能安定才把速写 对不对 那我们念过 刚开始是不是要阴身念 其实最主要是 应该是先行依论 有那个对法的依论 然后借阴身手足 然后再来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先阴身 他就要从离 输 输 就是 这个 知名 再来 观像 其实观 整个法门 它也是一条路 整个在经论里面 才来谈 这个四种念过法 其实是一个 它是一个法门 里面开始输 然后慢慢成就 包括观生生活 观摆生活 观世相 那也是一条路 那一条路 那为什么一开始叫你先观生生活 就是你能感觉到的 你抓得到的 粗的 为什么 你先粗嘛 你注意到可以看粗的 等等 看粗以后 心安住以后 粗的善法 身心慢慢调柔 这时候就往西的善法 从狭隘的先观一佛 再观二佛 观三佛 观十方 像我们要观十方佛 一观就三条佛 这个也是一种事情 那我们要观身为骨气 也是 从观这个身体 那这个观 它是一个原则 那当然这个原则 我们就必须要 其实它不是一种 故意去否定这个身体 啊 不啊不啊不啊 这种意义 你应该实际上 你应该实际上 从更具体的 包括 嗯 我们都不一定要 这样 比如说 嗯 思念处它其实是 会 会 那既定位里面的 会学 会学 我们有时候 谈到 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 这么单身 就开始观 这样的观好 其实 你讲得太注重 它是 你没给它一个 建议 这个跟之前 我跟大家提到说 谷卓物是 因为我们叫谷卓 建卓 烦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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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 你不必要以现在的能接受的能感受到的这种浊烦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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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一开始就要关心苦,你不能用 你还说从苦苦到坏苦 所以很多,他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你必须要让他能感受到这个苦的感觉以后 他生起这种厌离心 生起厌离心,可能这样的观察才有用 就是说,我现在,你给我几个角度关我的生活 我现在无言无我旷人的生活,怎么办? 他感觉不赖,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一个比较具体的接引 所以在整个教学里面最善巧的就是他能观察他的根性 然后从他的根性跟观察角度里面,让他对这个东西有正确的认识 其实他不是文字的解释 可是他直接就接引,就是建立政见不是那个知识 建立政见就是建立他的决志努力 给他帮我解释 你观身是福,你当然不会再爱着这身 以身是代表色,对不对? 那因为法里面是色心相依 我开始慢慢让你眼离色的时候,一定会关联到心 然后植物里面从色、受、行、服 就是这样 因为他相依 后头也会看心颜明色、明色严实 你总是要有一个下手 那下手从哪里?从事开始 所以跟性很强才从性能下手 或者一定会从事 所以你看一开始都是从我们眼前 我们比较能感受到灿烂之间 然后再读 好,七够行心境可以多拿 一会以却邪 无受 无受漏得尽 行境自助是 天能莫不离 一会来去土人这个邪 无受漏得尽 所以说这个受的问题就当然是在觉 在觉 觉在于我们如何来观察这个东西 对 我们之所以受最主要是我们去觉它们 我们认定它 所以说当你不受的时候 你不受的时候,这个烦恼的延续就成了 因为烦恼本身,我们不是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只要一亮,一盏灯可以破千年万年的暗 为什么? 因为那暗本身也无知情 这个暗是因为 从某些地方来讲是因为它有 它 我们以明来讲,它缺少明的阴言之后,暗就成熟 所以当明一出现的时候,暗的阴言也就不信神 所以 我们说世间,像我们现在很健康 为了我们是刚好阴言不足 这中间要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就要因言不具足 说是就是 包括我们现在,拥有很多东西,地位,是不是说到就到 可以啊 所以佛法里面才能让你看到说,在你身上周边可以观察到几种的安项 就是那个不稳定项,就是你拥有的东西,其实畅畅之间 它让你看到就会觉得,等于是处处是低的 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假设我们要去投资一个东西 我们是一个公司,我们发觉这个公司啊 各方面都不健全 表面是很好看 但里面随时要带的问题太多 你会不会投资 我懂得用的道理 当佛法告诉你说,你身心上随时都有好多阴言绑在你身上 从外在,从内在 有虫害,有病害,有什么样的 这些害随时就像人身体给人拆掉 马上阴言就陷起来,马上就 好,那这个就是让你观察,身和安顶 那这个都有几个角度,它就是要让你知道说,其实 而且你谈到的所有都是你现实在身上,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像我们讲的那个 日本那一下子就将近三万 那我们也不会想说是我们 是怎么说呢?那三万人他也没什么是他 他也不会认识什么 他一人就是 所以这里面可以让你看 所以从这里开始来观这些五常 然后慢慢远离,然后对这个爱做处 爱做处其实他第一个先自标的远离 然后再过来就看到他的不靠性跟虚假性 从事内心里面,智慧上的开启 不再认定以他有的存在,他不是真实存在 这时候不受漏得尽 行尽自渡自了 然后天人莫不离 我们常讲说修道人是 天人啊,为什么会离那个 我们现在是欲戒啊 那我们这个欲戒凭什么天人来 来供养 世界的人为什么会供养你 当然是你有他所没有的功德啊 天人一般会来赞叹,有良好奇形,就是说 就像我们做三皈依的时候,我们做某些皈依 天人会欢喜,欢喜什么 那些人要来了,为什么 我曾经是因修这个法而来 我现在又有新的善见署来了 他们也修三皈依,他们也即将到这里 他们欢喜 但如果要你他敬礼 他当然是你有超越三界的修持 虽果尚未记足 但因上的修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天人所不能做的 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没有色界的禅定功夫 乃是没有无色界的禅定功夫 依然可以是为天人所注重的 为什么?因为你修的是柱三界 所以我们常想说 以我们现在来讲 有的人对我们现在一般在修处 比较针对的是欲界,对不对? 那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色界 叫无色界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可能见不亲近 你只知道要对峙我们现在的种种欲界烦恼 但你并没有想要处理三界,你想处理欲界 因为你连无色界的功德啊 你不清楚 就像我这次去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 拿了一本有关金刚经的解释 他很多地方讲得很不错 他讲到这个就像中庸还是哪个 无私无虑的境界 无私无虑 那这个在禅宗里面有些地方也讲说无分别嘛 无私无虑 那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讲中庸或者讲 儒家的东西,你就会认为这个怎么可能 可是我如果把这个名词拿掉,你会不会认为可能 就是说所谓修行不起分别,就如私无虑 你会不会这样解释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因为如果我们站在你对无想定 非想非想注定 你了解这个三界心,一个是色界 非想非想注定是无色界 这两个东西跟你所需要的解脱 同不同 还有 你现在不断在对峙烦恼,所要得的亲近是哪一类亲近 是不是色界亲近还是无色界亲近 你想不晓得?不晓得 你以为你在修解中,其实你的心只停留在上二界而已 你应该必须要知道色界的问题 色界的功德,还有色界的不究竟 乃是无色界的不究竟 你现在不了解,所以你会以为无私无力,那边跟无想定差不多 跟非想非想注定差不多 你没有做这样的抉择 所以你根本没有出三界的心 你不要以为说你对峙烦恼,表示亲近 其实你的心跟三界是不相应的 跟出三界是不相应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一定要有色界功德跟无色界功德 但起码你的发了心智 欲戒要舍 连色界都无常苦空 连无色界都亏我所爱 至少要发这个出离心 然后最多是利用色界功德修行 但不是爱着色界 这时候天人才能利养 因为你有我没有的功德 这才是修出世间的道人的相应 好,我们接着来看 生时评,距禁第37 这里面喊说 生时评者说 诸人伦 灵王神在 随行转生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 谁在轮回 谁在轮回 我 灵魂 你的灵魂跟我还不差不多 所以我们有时候连轮回都不一定弄清楚 上辈子你在哪里 上辈子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上辈子是不是在某个地方 知道我上辈子在某个地方 是不是这样 不是 当然这里是这样讲 我们讲的魂 灵魂神在 这个神是不是有字体 是不是 也是妄想心事而已 也是妄想心事 并不是有一个我体 在轮回 包括我们实际上 往来六道 往往来六道 是怎么样 什么叫往来 你们如果有机会听听众论就知道 我 死了 我的灵魂 跳出来了 一刻在那 然后掉到 下一生的时候 要被你挤在一块 我离开一家可以了 那个空壳子呢 那空壳子是不是已经等好在哪里 然后我就进去 财产登记 这是我的 会不会这样 这都是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讲轮回有时候这样讲 大家相信轮回有生善 但有时候这样的讲当中有些观念完全是 不是很恰当 因为执着有一个轮回主体 那难道没有轮回主体吗 也不是你这样讲 其实真正轮回啊 有没有来去 就像广青老师上讲的 没来没去 没来没去 就像你做梦里面 做梦里面起做梦 变化跑来跑去 就躺在床上 所以我们整个变化 包括我们的心思不断的在变化 前心思成后心思的因缘 然后就一直转转转转到 转在哪里 我讲说来去 其实是就你众生在分别有来有去 其实是没来没去 只是什么 变化 妄想心的不断变化 就像说梦中里面你前后情景背景也在流动 但你本身有没有动 是你的妄想心不断在变化 那就产生来去 还是产生时间的深住意念 有没有时间的实质意义 没有 其实就是变化当中所有分位差别 产生的一种认知 那这叫做我们浑神 我为什么要在这边讲 你的浑神其实也是什么 你不能认为有一个我 因为这样会更多化 但你不能说他没有 就像我们现在 我当讲 像我们现在有没有 你不能说我这个没有 但有没有主体 有没有我 没有 即便我还没正阿罗汉 我也无我 但我就是因为执着我 才叫阿罗汉 叫众生 好 但我现在就无你 那我就在那里执着我 那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 像我现在有没有来去 有啊 这个来去 谁再来去 有没有实质的你再来去 像比如说我们刚才去 像比如说我们刚才去用个五灾再上来 有没有 有没有 你有这种如幻的因缘 才是去 这中间有没有你的我来去 有没有那个我再来去 那我就没有 怎么会有一个我再来去 你可以就是说这样的现出来的 你不能说它完全虚假 它是如幻 没错 但如幻的意思不是完全否定的意思 我们讲如幻 我最近一直在注意 因为很多人在修通关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 有的如幻 完全虚假的是变弃子 一他其的如幻 是无自信没错 但不能说没有一他其 这个一他其的 无自信跟 变弃子的无自信是对 变弃子也无自信 一他其也无自信 变弃子叫做正世俗 一他其叫正世俗 变弃子是导世俗 导世俗就是连事件都有 像我们现在是连事件都不行 那我们现在像做梦完全讲 现在我们虽然也无自信 但他梦是不是不到 不到吗 我们因为 我们要火定他的自信执着 但不要忘了 他有缘起的妙用 像我现在也无我 那能不能做药 你们也无自信 但能不能做药 不然能不能修成结果 所以我们破的是变弃子 这一点要很留意 就是因为很多人把如幻就变成 如幻就是 把那个 变弃子跟一他其完全分不开 所以我们讲如幻是 如梦幻 梦当然是 假的 但我们是跟曲跟梦幻里面的无自信 做比喻 但梦跟现在的生活是不同 但两个都无自信 但有没有一个叫一他其 一个变弃子 那我们现在我们刚下去再上来 中间有没有一个我在里面上去下来 下来上去 有没有 但有没有这个一他其的种种像 有这样的 如幻的来取 那我们的魂神就这样 没有自体 所以六道轮回 有没有一个六道轮回的主体者 所以这个在中间都被看到 所以要是能懂的话 你就可以建立这种观念 我们就是为什么会轮回 就是因为 其实是有来去之下 但没有来去之体 因为你执着有来去之体才叫做轮回 对不对 因为你就爱 以我之为重 然后才轮回 好不好看 随行 随你的造作转身 命如果带手 长口 常恐会临落 以身皆有苦 熟能 熟能吃不死 命如果带手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 不吃会死 吃的会老 老了以后还是死 反正你也跑不掉 一定死 那这个就这样 命一旦生 你就他就会成熟 那你开始从一生开始 你就开始要恐惧死 哪时候会死 不知道 就是会死 所以你跟人 时时向我们 越靠近越靠近 就 发觉 从常识也知道 自己在维持 长寿命的机会 甚至更短 如果以台湾的平均寿命 算一算 剩下不多 那何况还有可能更短 当然也有可能长 但也长不了多少 很少看活过 超过120 大概就如此 以生皆有 为什么以生皆有苦 从一开始 生的因缘 就带着苦 你知道 从不开 开始生的当下的因缘 本身就具有 以苦为因 将感应苦果 他们本质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只是就不同的苦果 与众生的执着不一样 哎呀你好有福报 苦的不一样 主的不一样 主的不一样而已 本身 以 以天人来讲 来看欲见的人 他讲啊 你再有福报 也不过如死而 这样你看到猫 有人宠物猫 宠物狗 主人照顾到 你羡不羡慕 你会觉得可惜 把那钱拿来 我用不得更好 你绝对不说 我好羡慕那一只猫 我很享受那一只猫 大家没有人那么笨吧 你知道 富贵猫 凭借猫 就是猫 所以不管你欲见多伟大 就是欲见 就是这样 所以从一开始生 三界的同生已经带着苦 带着苦因 他的结的因缘就是 只是 我们因为在这种环境里面 用比较之心啊 感觉不到自己有多苦 其实本质是苦 因为你看不到更清净解脱的 熟能赐不死啊 谁能说能远离死呢 从一开始就迎接这个果了 从出要恩爱 阴淫入泡淫 受行命如烈 昼夜流难死 从出要恩爱 如果我们要讲更清净 更清楚一点 从入胎开始就是因为恩爱之心 以入胎来讲 中英生入胎的时候 他 他和父母起因的时候 他如果是以父亲为对象 他就生为女 他如果官以母为对象 他就生为女 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就变得 所以在一叮倒以后 中英来 阴淫入浩淫 所以我们之前都讲说 是谁生你 无名生你啊 这十二元起里面没有爸妈 有家爸妈就是十四元起 他就无名行事到老生 老死 他没有说爸妈 没有 所以爸妈 只是一个妄想 所依 所依 依现前 遇见众生 必须依依这种 父母的 父亲母起了这样的缘 他会起 依业力 他会起放弃 其实真正来讲 阴淫度浩淫 入这个如虚假的爱浙生 所以当我们临终的寿也会跑 会不会怕 铁定怕 我告诉你 铁定怕 如果你没有休息 一定怕 为什么一定怕 因为本质就是爱这个来的 你怎么会不怕 你如果不会怕就表示没爱 那没爱一定有过吧 你不会爱你根本不会入胎 那你有爱就会有别的苦吗 哪有苦 哪有苦 这个东西是此生彼生的 你跟我讲 你说不怕 所以说有人再不怕 他一定是另有所起念头 起别的念头的时候 才可能超越眼前的这种 他有另有所依 即便他是错的 他暂时得到阿门 一定有另外一个东西 从他的念头 否则的话 一定不会 所以有的人 临终为什么不会怕 因为他有善 像有的人他号要升天 的确他感受到那一个 升天的阴影 所以他有没有 但不会怕 所以这就是因为他一定有所上者 是什么意思 但是因为这个阴影到了他的套命 就是说 所以 借着一个外在的缘 以便你增长你的 以外在的缘 这个缘其实也不是真的外在缘 因为你是借着外在缘 升起自己的妄想 然后以这个妄想的 亲所缘 在隐身自己的妄想 然后陆陆续续一直衍生你的后续的物 所以在欲界必须要把依据得缘 所以我们之前讲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 欲界 就欲界需要吃 那欲界要吃 为什么要吃 那欲界要吃 所以你的业缘 必须要靠着断食 隐身你的事实 那个社税 那个社税 五社税 他是用另外一个隐喻 他不需要断食 所以他不需要靠他 隐身他的事实 但我们欲界要更断食 那其实真正在资论身边还是最后的事实 阿拉也是在治疑 但因为你在这个月报当中 你就不需要 透过医界的这些 烦恼的东西来资论 那因为医界为什么苦 因为医界的法不亲近 无常苦多 所以你即便吸收他当养分 就像说 你要吃这个东西 没办法 可是吃了他 他容易带肚 你的生活习惯必须要靠他才能滋润你的身体 偏偏你靠他 而且他去就有毒 所以不吃也不行 吃了就有毒 受行命无恋 作业能流着 就一开始 医的你的心 你看 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了解十二元期 那个意思 十二元期不要帮我简单的名字讲翻译 你看 福明形式 明色 他依这个妄想性 他开始产生明文色 以最根源的那种投胎的意识性 开始又起另外一个明点性 是明色 自言明色 明色也是 以此为源 然后生长下一个阶段的明文色 明色 六路 就开始又依妄想性 一文言然后就开始成生六路 那这个六路都是因为要顺你的业力 滋润你的环绕 所以 因为你是欲界众生 你必须要以这样的色身 作为你所依 那你业力 因言俱处 你自己就变现这样的身体 变到怎么样 变到刚刚好 你自己就变得那么胖 哎呀 当然 母亲吃多少有关了 不过 也跟他自己有 像我们在几乎吃就不在几乎吃 以前大概是在楼梯下看见的 你自己就变得那么胖 你自己就变得那么胖 但是这个定义也是 因为现在世界小 小的好方便 你们不知道 我眼睛是怎么样 我看世界上比较积多分 不过有时候就因为这个现在的地方 那里面越小 日子小的方便 赚哪里 哪里都不会赚到 有时候有可能 我不知道 那这次就随着阴言 取这个 夜暴反映了这样的身体 那就继续以烦恼性支持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种烦恼性又需要这么一份 就不断在以这个身体生长的时候 那就借着饮食为源 然后吸收了这样的五蕴为饮食 这就是这个意思 长大了之后 长大了 当然是什么 有关起来的 你看 受邪命入殿 这也很难留置 从一开始你就不断在流众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 你注意看 如果你已经怎么做这个思维 它会产生什么作用 你实在不喜欢在这样的流转生命 或不是这样的机制参 而是说这种流转 颠倒生命 从头到尾都在演戏 你如果了解这个 你只需要觉悟 根本不想留恋这个生死 因为这种也没生死 知道吗 其实本来就没生死 他只需要是在作颠倒的梦 维持一个妄想性 遗泡影 filmmaker 所以说现在不要露了泡影 罪官 一切 花荷 又不慢慢泡影 扑啊 然后继续 哎呀 这个泡影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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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 生命的灵魂 它不得灵魂 所以你急切地用现在的身体不断地休息 它不以这种生命为不灰 自身为食物 今生为心法 假令食物生 最灵魂开了 这个身体是食物 这个食物 那今生呢 找不到东西 找不到具体的 其实这个食物还不理由这个心 那就是众生 我们讲的 食物 食物 因为它连食也是食 食食就是 食的食等食物 我们的心会展现为食物 阿拉耶是不是也 阿拉耶是为本身处食物 那身处心灵 其实有的应该是做这道理事 那献出来 你在梦中里面 你是不是献出 有没有献出献出 献出 我在想 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墙壁 你在你梦中的墙壁是设法 那这个设法什么呢 从睡觉的那一个人献出眼前 所以教人他还会显出 做梦的那些心想是什么 你看 从这个心又生出了一个射 其实社会也不是理性 那你内心就会自己献出一个强力 而且还有意思就是 这样的强力要用铁锤的 然后你看 这里面 梦中的强力要用铁锤的 那他就要强力 请问梦中强力哪不是这么让人的 铁锤 是以铁锤的换行的铁锤为缘 生起你梦的墙开道 其实既无墙 哪有墙法 但因为你自己在梦中只是强力为强 所以如果拿个棉球来打 你自己就告诉自己打不倒 那用小铁锤 你也会告诉说 打很难打 然后拿个大铁锤可以倒 然后就下一步骤 倒 这样 你看 配合得蛮准的 那不管梦中的 包括我们现在也配得蛮准的 如果有人找过去骂一次 说 你当作骂别人 他会骂你 真的吗 你怎么骂我 但他如果不管 他就没事了 他就是我 然后就找一个我 被骂 骂了以后就继续生气了 没事只会过来接受骂 他骂完了以后就继续生气了 即使我骂的话 我们为什么也会这样讲说 你骂不到 你骂得到一定是我让你骂的 你听到没有 事实上你根本骂不到我 你骂不到那个大行 你骂到一个组合的大行 骂不到我 那为什么骂得到一定是我自己先 你丢球过来 赶快把自己组合去撞 你怎么打到我 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快组合起来 你这么快组合起来就这么笨 就打到我 所以一般你会被骂 照你讲 事实上他有没有骂到那一个他认为 他是给你 所以认为有个人家 就很强 那我们为了骂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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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能骂得很舒服 感谢你 你配合他 真的骂得很辛苦 因为终于有人被我骂到 所以如果你不骂 你不接受的话 他根本无所作用 因为他骂得很深! 到最后回头 他自己讲不起 所以都会回到他身上 Rede子 那如果打 骂可以了 打 役能无事 那我们这个就不动了 因为那个只是主杰 因为他直接撞击 但如果以圣人 他会不会这样 圣人还是一样 他知道谁在被打 所以你离醒目见年被砸成肉圆的时候就会不难 因为他这个本身一定要有一个实受者 但他无一个实受者 好 那这个虽然他是死物 一个是死的东西 一个是无血的东西 但你不要以为这个空空洞洞感觉不到实质的东西 假令 假令 就是让他死的附身 死的附身好像是假的没有 但罪无败 罪无罢不败 因为它也在延期 也在延期 意思 为什麽不败 罪无 为什么不败 王进场讲说 这个 什么 假使百千次 你用的记忆话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会报你 想上对钱 正常的报 因为你那一份顺应世间的爱然心 让那一个种子有机会 所以如果你还是顺着这一份三界世俗心 你的报一定报 但如果我本身已经 不再有这份烦恼心 就是说我本身没有让它继续延续的那一种因缘的时候 这个报会卡在你 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帮帮我们修行 赶快啊 都用一种想法 这个就是一般对佛罗不了解 赶快修你的报应陷阱 然后就修什么 就修就对了 什么就对了 你对什么 你应该让你的烦恼不再滋润那个颠导 所以你的修像你这样一模 不能知道修的原理 光只是直这个向修 然后不能知道去断起烦恼 就是断起机器胆着的这一份烦恼 你根本 你的烦恼 你的夜报是因为修来的 你不知道 最近就有人问你 为什么我做好事就有恶报 你能不能说出做好事为什么有恶报 做好事 当然就这一件事是恶事 但你的做好事里面还有其他人 这个困恼让你其他的夜报等在那里 等到你 比如说假如我们修善法三轮提供 是不是就亲近了 但我如果修善法就其他的谈生痴隐藏在里面 对就某个意义 就欲戒 色戒 无色戒 可能是善 但背后那一份词 总是有我指质问的 甚至还有其他烦恼 这个烦恼就是说 对这个事情就某个意义叫善 但从某个意义 你背后还有烦恼 这个烦恼其实都还在 你上面这个善是烧引好朋友 下面这些恶也到处在招 换句话就是说 当我不了解这个烦恼 了解修行的意思 我修行会得到什么 修行的自我 你从透过修行 得到的修行的自我肯定 是不是 所以这样会不会再招感 因为这个自我肯定的 补运相续的心 其实就让过报而已 继续营许 因为上没上报 怎么会上没上报 有啊 不安全而已啊 那为什么会招感 也都是你做的 你分这份咫尺的心 让过去的业 还有机会 智慧 也都其实看似我们做五蕴谋 这就是五蕴谋 就是说你虽然修行 但你的五蕴谋从没有离开 还在这样修行 所以你这个五蕴谋 你会没有去什么 你可能可以挡掉天魔 但你以后还挡不掉五蕴谋 为什么 因为继续在这样做五蕴的事情 所以罪乎不败我 当然不会败我 唯有诸三界的阿罗汉 佛萨才有叛败 因为他受世间的善跟恶手术 他一旦解脱了 如果佛萨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静静心里 这个就不是一种可恕的有恶善 为什么 我此心无论 怎么会有恶人去共生 会这样 好 我们再来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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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